《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這部份是樓市焦點 CK我們會說說樓宇安全的問題 這個很重要 最近大家說石屎剝落的情況在旺區出現 這對市民的安全也會有影響 樓宇方面老舊也是香港的問題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嘉賓和他們談談 我們今天請到這位嘉賓 就是七娘私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何居業 Vincent 你好 還有慈言事建局的非執行董事潘永祥博士 Hello 潘博士 你好 兩位都是專家 我們會跟他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先問一下Vincent 就香港樓宇失修的情況 我們過去在節目中都討論過很多次 其實有沒有改善過呢 有改善的 不過先講講 剛才你說的 我們現在倒的不是石屎鹽鳳 是倒了鐵鹽鳳 然後就有些批檔掉到家裡 沒有那麼害怕的 倒了鐵鹽鳳也比較害怕 因為本身樓宇自己的整體結構都有影響 剛才問一個問題 香港樓宇維修的情況有沒有改善呢 我覺得有改善 事實上以往十多年 其實有很多強制鹽鳳齡 雖然我們說都沒有去到很好的遵從 但是變成大家都警覺了 有需要做維修 而且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我們的簽建物 簽建物已經拆了很多了 以往這十幾年 現在只剩下四、五萬個簽建物 比起我們早年幾十萬 其實拆了很多 所以整體這樣看 我們看起來其實樓宇 或是公眾地方外場的風險你就變得低了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樓宇老化更加嚴重了 我們二十年前看 樓宇沒那麼老 現在四十年 現在六十幾歲 這麽風險越來越大 現在四十幾歲的樓宇 真的佔了很多 基本上還有些保養得挺好的 沒錯 我想有些保養得挺好的 但是有些被人忽略 所以在旺區價值得好 保養得好些 有人管理就好 否則三毛大廈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強制驗樓方面 措施由2012年開始實施到現在 究竟成效是怎樣 以往事件局也有些事要復修 留意復修的計劃 所以問問潘明祥博士 如何看待這個情況 的確是以前事件局的名字 也叫做市居重建 所以大家的期望 處理一些舊樓的問題 當然是重建了 一了八了 但後來我們也發覺 如果通過市居重建 去解決這個留意老化 是很可行的 為甚麼呢 因為即使是60年以上的樓齡 也有三千多棟 再加上50至60年 那裡有五千多 加上九千多 還有就是每年樓齡一直惡化 所以善稿已經將策略 在核心裡 鼓勵復修 不僅是復修 還是一些措施 令它減慢老化的情況 所以在善稿推出一些平台 即一些復修 幫助一些業主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的業主 有些叫做三無大廈 就算是有些業主立法團 其實他們的委員 都不是一些專人士 所以你說 要做一些招標 去做復修 保養 其實都有困難 所以如果有一個平台 可以幫助他們 譬如說 在招標的過程 以及造價的參考 以及有些意見給他們 讓他們更信心 就是說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 做一些大型的復修 還是做一些基本的維修 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 現在那個惡化的老化 希望現在慢慢通過這些復修 能夠減慢 Roman Sir 我記得 其實市政局已經做了一些平台 也有些財政上的資助 其實 會不會還有其他問題 不只是平台 不只是錢的問題 所以令到樓宇的維修 保養等各方面 都產生了不同的挑戰 的確是的 很多人都覺得 你幫我便可以處理 是不是真的這樣便可以處理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們看到 維修方面 其實我們有三種困難要解決 或者有問題 或者要面對 第一是積極性 所謂積極性 就是為何業主會做些維修 我認識很多青朋友 都是租樓的 是 如果你告訴我 尤其是較為新的樓 你不做一個維修 你便租不出 或者你給業主 給我租客便會禁價 所以很多時候 有個租客 就算他租的時候 不知道有些滲樓 他搬走的時候 那些傢修搬走的時候 擁長一些滲樓的時候 業主是很積極去做的 因為他覺得 我花了幾萬元 我早幾個月 租出去 什麼成本都收回 這就是我的積極性 但是很可惜 我們面對五六十年樓齡 很多時候租金很低 尤其是以前有租管 業主就說 我做好之後 租出去又是這麼多錢 不做又是這麼多錢 那我怎會有積極性 這就是積極性的問題 第二就是經濟問題 很多時候 我們舊樓和一些 較為新的 不如說二、三十年都是新的 那些一般來說 財政是比較困難的 正如這樣 政府才會有些資助 因為總共我知道 我早些做好些 我早些租出去 收的成本是沒有所值的 但是你沒有錢 第三就是困難度 因為如果你是沒有一些 業主樂法庭或者三毛 其實很多時候 比如說 我叫你每人加五萬 但是我再說 原來有一、兩成的人 是不用够錢的 你真的不用 那我就不用了 這是公平問題 是的 但是如果三毛大哥 都知道 你沒有業主樂法庭 那你很多時候 有八成 甚至九成的人 願意去做維修保養 那一成 我不做 一樣可以的 可能會令到 連八成、九成的人 都會打退堂股 所以這個 不是純粹 一般我們看到 錢或是怎樣幫助 還有這些面對困難 是在這裡 Wincent 你在這方面 在建築挑戰的角度 有什麼實際體驗 實際體驗 實際體驗 每個人都說 我不知道怎麼搞的過程 現在市建局正在幫忙 其實他們經常說 我找不到一個信一個顧問 然後找不到信一個承建商 那這個就是現在 我們一直希望 你用個流域複搜平台 可以幫到的 很多時候都說 不懂 但每個人都說不懂 不懂是一件事 第二就是 剛才Lawrence說的 一件事 沒有錢 因為就說 要不要這麼貴 沒有錢就是即時夾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還有 其實貴不貴 可能身為業主都不知道 因為不是專業人士 都不知道標準 現在問題就是 有時候我就說 問題就是 你要做什麼 這個才來一步 你就要相信 一個專業人士去做 你就要找到 你先相信一個 然後你就說 我覺得需要做也好 我即時哪有這麼多錢 其實反過來我問過 很多法團 或者很多業主 他們說 其實每次要有錢 為什麼如果有錢 存在呢 你用到基本的東西就好了 其實我們都聽到的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他都沒有資金拜首 反而我們近期都經常說 有沒有一個維修基金 是很重要的 有的話 你管理公司也好 法團也好 即時可以動用到部分 目前其實是沒有的 還是有的 但是也沒有錢在裡面呢 我想大部分都好像沒有 其實Vincent 你說過基金 我也認同的 我曾經建議過 會不會在賣地的時候 即是說 如果讓你發營商投標 比如說我是100億 我抽1% 那是1億 就放在那個物業裡面 做一個基金 很多時候業主 就說我沒有錢 就說 既然我也有一個 即是賣地的時候 已經有1億的基金 我當然是用了它 因為用了就是我的 是吧 到時我搬走的時候 就不是我的了 那些基金我拿不到走 所以當然 這個就 如果你發營商投避 投遞的時候 只是拿1% 可能他覺得成本不太確實 但是 幫助日後的維修保養 一定是 我剛剛買了房子幾年 我還未經常叫做住得夠 你就要我夾10萬8萬 去做維修 尤其是買了舊 現在也不一定賣新樓 那些就很抗拒 所以是談不怎樣做的 這個消費者委員會之前 也有一個 電究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都不同的 樓宇都有不同的解決辦法 特別是 如果我們剛才也提到 沙漠大廈 其實在復收問題上 是不是當中都遇到很多問題 這個我們接觸的 就是 第一 他們沒有意欲 或者有意欲也好 都用哪個牽頭去做 找顧問已經是第一步 以往很多不開心的經驗 不知怎麽起 誰走出來敲門 那是很辛苦的 我接觸了業主的代表 其實他就說 我會被人罵 或者甚至乎 有人以為 我又沒有一些不良居心 怎麽主動去掙扎大家 做事拿錢 接著我又要介紹一些人 去找哪些顧問 找哪些承建商 你總會經最初的人介紹 你介紹我介紹 為什麽去慶行 在珊瑚大廈坦白說 平時沒有什麽討論 而且沒有一個所謂的代表人 大家不容易 可以支持一些細微的東西 有公式 我覺得珊瑚大廈是一個問題 而且主要就是 他一直以為 連維修保養都很差 所以他積落的問題更大 你一下子一做事 好像很特別大 即是要大收 平時可能拿一千幾百 或者三兩萬做一下 一次過要加 或者一次過動用 可能要幾十萬 他們自然會有很大的抗拒 還有珊瑚大廈那些業主 有些就找不到 有些就可能 其實我也不在這裏住 有些變了很多不同的用途 那些業主就不關心 Mason 我知道 剛剛近日 旺角度那裡 那個大廈塌石屎的情況 其實你都去現場看過 其實這些問題 是否都是冰山一角 因為這個問題是由潛建開始的 潛建物是拆了很多的 但仍然有部分大廈 潛建物都被人拖延了 所以潛建物的風險越來越大 這是冰山一角的 但是也可以看到的 因為外牆特別的風險大 是容易看到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老化 小小微微的老化 積聚對外牆特別的公眾影響大 就其實會出現 就算那個大廈 相關的大廈 其實它都外藏很多裂痕 旁邊那幾個大廈都有裂痕 其實大家 除了風雨 老化 接著我們有時候 沒有那麼關注 沒有那麼維修 這就是一個重大風險 新樓我們很多 舊樓始終大家拖了十年八載 怎樣去急起直追 現在這個問題 Winson 我聽下去 我現在去留意 就是很多大型的潛建物 政府就應該去處理了 但是會不會就是這些 比較細型的 它凸了一點出來的 潛蓬 不太閣眼 就是接下來 對整個社會 構成的潛在風險 現在看起來很高 有什麼方法 從你的角度出發 可以在這裡做多些事情呢 我想 剛才我們說的潛建物 其實是一個導火線 所以現在剩下那些 拖延得久 可能政府也要出手 就再主動拆多些 告一定要先告 我只是覺得 去到這個位置 包容了很多年 其實你也要告 不能夠退讓 先告得快一點 然後 我當眼所見 可能有些放了20年的賴器機架 都沒有用的 其實那些應該是否要 政府先拆掉 當然拆又要罰 罰之餘再拿回錢 令到他的阻嚇性 最好自己拆 我覺得處理了這部分 當然要看風險 哪些道路 哪些區域 人多 下面擺放很多排檔 很多車樓 那些風險 所以我們風險為主 要處理 要先清一清 這部分 不清不殺 即是就爆的 先清一清 然後罰則 我始終都覺得 今天我們有法例 大家也知道這個重要性 但要罰則 逼一逼大家去做 最好 我覺得首要就是 屋警署要請多些人才行 他們都說人手不夠巡查 也不能巡查到這麼多 全香港都不夠人 但我想這個又要看回 無論是政府自己 或者以往我們怎樣用到 在私人市場的顧問 如果有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的 日常的事情可以做得到 因為如果你只是靠執法 其實成本很重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 剛才Wincent和Lawrence 都說得很清楚一件事 其實就是很多人 忽略了樓宇保養 對那個租值 或者價值的影響 即是如果你的棟樓 是零食一看下去 已經不漂亮 或者剛才說 有裂行 那你都不會找到 一個好的租客 給到一個好的租金 所以對那個價值上面 是構成減了值的情況出現 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之後 繼續和兩位嘉賓討論 繼續回來 這部分就是樓市焦點 這部分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一下 樓宇的復收 樓宇安全的問題 有七良師學會 建築政策小組 主席何菊業 也有前市建局的 非執行董事 潘永祥博士 休息之前 Wincent說了他的意見 先問一下Lawrence 潘永祥 其實我們在說 要解決這些問題 樓宇復收 甚至是潛建的問題 應該怎樣解決 當然 Wincent說 一個一定要執法 這是一定認同的 因為如果你不執法 那些業主簽建 便不了裂之 但我們遇到很多個案 其實 就算政府執法 都未必處理到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有些沒有業主立法團 建基於公平性 明知道如果你是告我 那我給的錢是要多些 大家都知道到最後 屋月署 可能找成建商去清理那些簽記物 也要加回行政成本 但我遇到很多個案 又如何呢 他就說 沒有辦法 我知道你是會告我 你也知道是要加回行政成本 但我如何去籌集所有業主同意 去做這個 假決這個 拆除這個潛建呢 所以有些業主很無奈 就說 肯定會告 因為你告的時候 到你再加行政費 再找合約成建商去做 你是會平均的 就是每個業主都要付錢 我就不需要付錢 不做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想一下 會不會 比如說政府也想一下 做一個局 那當然不是取代屋月署 做一些執法 而是說 它好像累積取代了 好像業主立法團那樣 如果這個局 做了一個決定 它有一個維修的通知令 你也通過要做的 而做了的時候 那些工程費呢 的確是要 每個業主 好像業主立法團的決定 是要平均 或者按照你所佔的 即是一個 包含個份數去做 或者管理份數 那樣 那時候 變成如果你不做 只是那些 不願意付錢 那些業主受到影響 變成大家有一個積極性 做了它 Wincent 怎麼看 那就是Lawrence在說的 我自己心目中有另一個局 我那個就是屋月署去執法 我聽到很多個局 很多個局 不過我們看看能否整合它 我本來就是屋月署去執法 然後另一個局 幫一些 沒有辦法自己履行 去做一些工程 這個工程 你不要給好處處做 好處現在做很多 OBB2.0 他們都做很多 其實做不完 然後 這是一個局 代行進行工程 剛才我聽到一件事 就是如果那個局 確定那些是必須要做的 它有個權 將那些錢 要求你去付 但不是自己業主 我去追求那些業主 沒有那麼辛苦 現在的機制可能是沒有的 不容易的 可能這個 反過來 就會有一個局 可不可以借錢 電資 電資 這樣一條路 然後那個局 追求那些不參與 不肯付錢的業主 這個是不是 這個我想都很初步 很開闊 但我又覺得不失為 可以再探討 因為錢的問題 解決錢的動機 這個是逆的 但另一個就是 如何進行工程 其實都有一些 留意值得 幫他介入 代他做 等如插錢建 你放得內 對工作影響大的 政府去介入 其實現在OBB2.0 歐月署都在做很多 多人在做的 驗樓和備收 但我會覺得 這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緊急安排 歐月署2.0 你意思是否要積極性大一點 不要緊急的時候才出動 是呀 我們需要另外一 可以這樣說 另外一班人 跟歐月署沒有關係 歐月署提出要執法 幫人去履行的要求 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能將維修和改善工程的 進度推前一點 我們都解決不完 問心說 總會解決不完 但你現在三毛大廈 有接吻3,000座 你現在還有一半 我估計 其實是需要協助的 這一半 我們不要遺忘 民政事務處 協助又不是很到位 我可以這樣說 管理上又不到位 協助他做維修都不到位 那你是不是要想個方法 搞你這二三千座樓都要 但Wincent 這個其實會不會是 回到現行的建築物條例 應該已經賦予權力給屋宇署 去做好這些維修 或者危險流域 然後向業主收回錢 其實是否可以把這個權力深化一點 就應該去處理到這個情況 要不要加大權力 其實現在是有權的 絕對是 比如失修 但是以前還沒有說 全面維修的事情 失修 個別 然後有些簽結物 你不履行的命令 是屋宇署是介入的 現在這麼多年都在做 現在都在做 但重點就是 這些令到有公共安全明顯風險 就是他介入 但是你想想一想 我們現在有 今天有七千座 出了命令強制驗樓的樓 都接近未到三千座 要處理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萬九千多 總共有一萬九千多座 至二萬座樓 你想一想 屋宇署怎麼可以幫你們做完呢 屋宇署是一個執法 我們是分開的 不是最緊急的 但是我們講強制驗樓這件事 是一個預防性的 還有一個處理現有問題的 共同的一個目的 不是有危機才處理的 未必是 我們是說預防性的 避免危機 現在很危機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屋宇署有權 但是它用得太盡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對它日常的功能 是有影響的 今階段學會會不會和政府有關部門 去反映相關的意見 其實我都反映了很多 我這麼多年裡面都說過不少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件 我們再完整些 組織一下一些想法 我都會覺得值得推動多些討論 這也是城市安全很重要 當然城市發展要增加供應 除了透過不同方式開拓新的供應之外 市區重建也涉及不少舊樓 很靠市區重建局去推動 經濟周期可能會影響市區重建的步伐 特別是最近我們討論 同區七年樓鈴的賠償機制 2001年已經採用了 現在說是否應該要修改 甚至是否要修改 如何有些替代方案 潘永祥博士 當然我都明白 因為我在市場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時候 重建的項目 其實開始要虧本 因為大家都知道 即是地積比率低的 即是說你收購的時候 你要付的錢是相對於低的 但是它的重建價值會高 但是大家知道 即是地積比率低之外 賣度低的樓 越收越少 即是有肉食的 其實私人販商都已經收購 即是過往已經收購很多 而且現在樓鈴 過往來說 十年前我們說 五十年樓鈴或六十年樓鈴 它多數都是現有價值低的 即是沒有電梯 以及維修 但現在南城屋 遠太古城 都已經是四十幾年樓鈴 其實我們小時候 就是康樂大廈 現在叫兒和大廈 就是五十年了 有人想過將它拆掉 當然那是商業大廈 正如一件事 其實五十年 或者低於五十年 其實它的現有價值也很高 那時候 那個業主 怎會有一個 如果你不是收購價很高 我怎會賣給你呢 所以似乎坐政府擔業越長 但是幸運 或者你說不幸運 為什麼線稿仍然可以推行一些項目呢? 就是因為這幾年樓價一直升 到收購的時候 雖然它有很高的價錢收購 但是當它興建的時候 價錢更加高 當然線稿不是在興建的時候才會賣 很多時候 那塊地 刺激的時候 已經是合作和發展商收回 類似地價 但是可能是收期的 如果你收購這麼高的價錢 到你真的要發展的時候 如果樓價會下跌的時候 那個規蝕就很大 就像以前土地發展公司那樣 還有就算那個速度 先不要說錢 那個速度 你根本十個線稿 都不可能處理到這麼多物業 如果再加上財政那裏 在包行的時候 你更加會拖慢了那個部分 所以為什麼說 七年樓梁是否都要研究去檢視一下 是否可以有改的空間呢? 但是如果不改 那會不會是市建局的工作 接近是會停頓了呢? 在現在的市房 因為你知道樓價 在這幾個月 就是有一個很顯著的回調 因為那個息口上 和大家對市場前景的判斷 都有點擔心 那會不會令到市建局 沒有什麼可以繼續搞 如果改不了的話 就不用太擔心 至少我覺得這五年都不會有停頓 還有當然政府也不想去停頓 如果真的無法解決 政府會不會有些方案呢? 會有兩種方法 有一種是注資 我相信這個注資 公眾接受的情況是低很多的 反而會不會有些土地供應 因為大家都想說是一些資助房子 那會不會政府就扶一地地出來 可能是三分一地加 甚至低一點都可以 建好之後用來支助房屋 那支助房屋也是有錢收的 好像房委會現在為什麼呢? 財政都叫做充裕 就是因為它在一些居屋是有錢收的 然後變成一些錢 就是可以去支助一些收購的行為 當然這個要政府的政策 但是就算政府沒有一些政策出現也好 為什麼這五年都不用擔心? 因為市政局也有一些資產 因為它以前都收了一些重建業務 只不過這些資產就不可以回籠 就是資金流 所以如果你是去集資或借貸 那裡其實都可以拿到不少錢出來 可以繼續維持未來五年的運作 這個熟悉運作的人才能 那也是國內人 曾經是國內人 那Minson呢? Minson 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呢? 特別是如果不靠市區重建 又怎樣可以找到地呢? 我覺得其實市區重建就盡量放一些舊樓 幫它收購了 拆了它有兩個好處的 有新的樓宇供應 第二就是解決危樓的危機 這些失收的問題 我也看過以往是有這樣的效果的 但只不過是因為成本太高了 我也是要擔心的 市好呢? 你就會回到幾倍的 其實我們整體的樓價 又會再給人回到幾倍的 因為有這樣的機制 我覺得是一個客觀的結果 所以問題就是 我們其實除了重建外 我會在想怎樣可以做復收 其實在一個市建局 我覺得重點 正如剛才博士說 50年都仍然很有價值 你接下來還有價值 如果保養得好 就越來越有價值 那你不容易收購 當然不要想 其實接下來我們就想怎樣復收 盡量令它復收 現在問題是復收策略 怎樣可以和城市發展 可以配合得好呢? 我看到有的 譬如有馬地旺角的發展策略 但似乎這個都要等 10年後 沒有10年都沒有可能 看到一些具體的效果 那麼短期做些什麼呢? 現有的一些舊樓 拆不了的 或者是成本太高 不收的 是用什麼具體 去幫它改善環境 似乎我都看到 事件局討論了 有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未曾很具體 我反而覺得 是這個可能 我真的覺得社會 要想一想這方面 如何改善整體環境 那就沒辦法了 我就從一個改善市區 面貌與安全的角度 看這些多一點 但是我就從 究竟如何實際 推行那件事發生 就是那個樓宇 現在基本上是私人 業主擁有 那麼你要推動它 做保育啊 或者是令到它靚一些 安全一些 那麼要錢啊 那麼這些錢 那麼業主呢 就剛才聽了博士說 就沒有什麼人願意出 那麼如果你不運用公帑的話 基本上整件事是發生不到的 那麼現在會不會是 就是無論是事件局 或者是這個房屋協會 又是透過可能是 是注資的情況 就是由政府注資 去做多一些這些事情呢 其實呢 就是說就是說 就是願意付錢啊 或者政府 就是會不會付錢啊 那麼其實就 其實很多業主都願意付錢的 只不過就是 就是公平性啊 還有也都 你不介意付錢 那你怎樣去做一個 集資的決定呢 尤其是這些沙毛大廈這樣 那麼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能夠 就是政府 能夠最早期 或者是注資一個基金 就是 而令到這個基金運作 然後跟著呢 就做了一些工程 去一些業主裡面 收回這些錢 那麼這個基金呢 其實他不會說 一路縮的 因為基本上呢 他真的會收回 應該收回的錢 那麼所以 變成呢 如果能夠有這個基金 幫一些業主 去做一些維修保養呢 而最終也都會 跟業主收回 我覺得長遠來說 是可行的 博士 這是不是一個商業行為呢 其實就是說 有一個我們叫做 總子的基金 對 然後令到一個這樣的 無論一個這樣的機構 我相信一定要有一個法例支援 然後他去繼續做 就收回可能 我們在行內 就說 那個項目管理費 是的 或者收回一個專業人士的費用 而令到他繼續向前走 絕對是可疑的 不是只是沙毛大廈 而是很多現在我們看到 以往 遺標 或者是 剛才的Wincent說 究竟我應該做多少 我想這些是很專業的問題 不過呢 我覺得這些專業的問題 其實呢 三十一刻 可能政府都未必須推同 亦有很多自分者 像你們一樣 給予不同的意見 這個呢 我們可能稍後 再邀請他們上來 跟我們討論相關話題 今天謝謝潘明祥博士 也謝謝何個業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